好 美食畫面就要帶您來看 倒是米其林名單呢 就在昨天已經揭曉了 而現在就有摘新的餐廳 順勢推出了特殊套餐 像是Acard寄出了牛排雙人套餐 另外照付牛排則是要送龍蝦 還有雅閣要推出的是奧塞萊西克 那麼獲獎名單一出爐 現在也讓這晉升二星的侯不雄 還有蟬聯一星的沃達尼斯 模仿定位量暴增 一早電話聲就想不停 沃達尼斯牧方餐廳 靠著將台灣在地食材 用西班牙烹調手法演繹 一道道精緻分子料理 成功蟬聯米其林一星 也讓定位瞬間爆滿 成功摘新外也端出秋季新菜 選用台灣櫻桃鴨 佐上雪豆苗 油醋沙拉 或是炙燒青魚 搭上高湯煨煮的早珍珠 口感多層次 給韜客滿滿驚喜 食杰然後四美鴨 還有那個雙胃鯨魚的三道菜 然後請大家來品嘗 為了搭上熱潮 像是摘下一星的 A卡牛排館 就特別推出米其林雙人套餐 竹菜選用頂級樂眼牛排 另外同樣一星的教父牛排 也祭出經典套餐 還有阿薩里附贈龍蝦 而連四年蟬聯一星疏龍的雅閣 則端出粵菜套餐 鮑魚叉燒黃通通有 而晉升二星的侯不雄定位量也飆升 電話被打爆外 還迎來團客 雖然這次米其林典禮有包有匾 對得獎店家介紹太少 被網友直言向業配 也有專家坦言 台菜雖然增加 但仍不夠接地氣 不過餐廳還是期盼 米其林光環下 能起死回生 借梁力留學生台北藏寶島